無人車應用是世界的未來趨勢 今天國內就有一場高峰論壇 從多個角度進行探討 對 即將完工的 力保國際賽車場也宣布 要把無人車引進園區 讓民眾在安全的環境之下 體驗新的科技 緩緩打開閘門 放下踏板 眼前這輛無人巴士 是由台灣與法國廠商 共同打造的未來車 這輛無人車可設定路線 行駛過程就如一般的公車 乘客可以藉由悠遊卡等方式付費 目前已經在好幾個指定地點 進行實測 無人車的運用是全世界未來的趨勢 台灣必須開始規劃相關的配套措施 來迎接這個可能很快 就會到來的生活 如果未來整個環境越來越成熟 政府的相關法令 我想我們也會要求交通部 趕快來做進行相關的修法 立法院趕快進出 來通過這個相關的法令 在新科技正式上路之前 即將完工的力保國際賽車場 也宣布將把無人車設置在園區內 讓民眾體驗未來科技 我們會提供一個PIT 就是PIT就是車房 過去是停賽車的 但我們會提供一個專屬的PIT 給無人車使用 第二我們會讓無人車上賽道 當然你會說現在的無人車 也不可能開很快 過去大家誰想到有智慧型手機 上網速度如此之快 無人車的議題也是不可逆不可擋的 2020東京奧運已經確定 會結合無人車提供接駁服務 無人車的應用將大大顛覆人類的生活型態 民視新聞王太奇 江黃宣 台北採訪報導